陳小事 你先踢就好是踢中 Good luck 你不要小看我 萬一我踢近了 壓力可就大了 小事加油 何群 你看著好了 我一定會踢近給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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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 你看 我踢近了 何群 就叫你不要小看我吧 我看你現在也是趕快好想想心情 要怎麼會爆白 大聲說喜歡我 陳小事 你真的很執著耶 可是現在是你得分 並不代表我一定輸喔 好啊 那你就趕快上場踢 這樣子就知道擊鼓了 為什麼要你告白這麼困難 烏龜妹 那三個字 對你來說 真的這麼重要嗎 烏龜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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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泽先到吴明磊 和君 你输了 星期一的影告白哦 为你裁判的身份宣布 陈小师阿泽这一组获得最后的胜利 各位同学 下个星期十点钟 让我们迎接 和其在陈小师的世界告白 小天王和群大告白 电大新闻就要登场 今天真是太野气了 对 好 各位 今天的PK赛 和群输了 所以星期一早上十点呢 和群要向我告白大声说 他喜欢我 到时候就请大家准时出席 不要时到哦 我们去吃冰吧 陈小师今天PK赛您 那你请客了 没问题啊 谁我都请 就是不请输家 好啊 反正我也没有这么多时间 和你闯讲话 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我现在还要去录音室 练唱Party要表演的小乌龟 不像某些人啊 爱耍赖一直做正事 不败好又婚妻的角色 拜托 谁耍赖啊 明明就是讲好 赢得比赛的人 就不用去Party 是你自己输不起吗 走吧 我们去吃冰 走 快点吃冰了 今天PK赛没想到何群会输耶 对啊 真太意外了 没想到他会输耶 何群 听说你输啦 那这样陈小师就有理由 不参加星期天的Party 我们跟eNews的代言 何愿要怎么办 何群 我跟你讲 你不要一天到晚 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你总是要想个办法吧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刚刚那种幼稚的PK赛 我就故意输的 只是要让小师开心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去穿她Party 说得很简单 你真有自信 可以说服陈小师 拜托 像那种乌龟妹啊 头脑这么简单 还会跳乌龟舞的人 没问题 最好是喔 当然 喂 瑪莉阿姨吗 你好 我是何群 那等一下就拜托各位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 原来你这小子耍这一招 我回来了 你好 何群 你在这边干嘛 要我去参加Party啊 绝对不去 陈小师 干嘛啦 不去不行嘛 不行 陈小师 你今天赢什么PK赛呢 对啊 你以为你赢了PK 不去参加那个Party很厉害吗 你没想过啊 你如果不去 那何群跟Vancent 怎么去跟那个E-News做交代呢 嗯 还有啊 你那样大非洲章 在校园里面跟何群告白 搞了半天 你还是要把他搞砸啊 就是 哎呦 你没有想这么多 嗯 没错啊 小师啊 简单的说啊 赢得PK赛啊 你现在所有的努力啊 就前功尽弃了 也没有去表演那个Pasta Show就算了 问题是这么一来 你就把何群给毁了 哦 哎 我顶多只是爱放炮而已 没想到你是直接放火 一把烧了何群的前途 今天要不是何群先来造成大战 家团 完了啦 我只是觉得赢了PK赛很开心 根本就没想这么多 现在应该怎么办 难道要我拉夏琳来 就会去让我站在家派对啊 对不起 你们就不要太责怪小师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输了PK 所以小师的确有权利不出席 不过看来 之前的邀请就真的要取消了 让大家空欢喜一场 不好意思 和群啊 这也不是你的错 怪就怪我没那个命 我就那么一个简单的心愿 想说找一个大的场合 把我们微笑Pasta的精神给传出去 是吗 可惜可惜可惜 不要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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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心愿 以后我们一定帮你实现好不好 好 不要难过 和群啊 你知道吗 爷爷为这个派对 准备了好多天了 他的心情好高兴啊 可是现在 好了 好了 你们不要这么丧气了 去参加派对就是了 你是不是真的 小师 我们是好没有逼你的意思 我们没有逼你 好啦 你们没有人逼我 你们说的对 我不应该这么自私 让大家的期望 变成失望 所以我一定会去参加派对 这样啊 那可以帮爷爷玩自己的梦想 好 好 既然小师愿意去参加派对的话 那我就解答欢喜了 不好意思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工作要赶 好 我们先离开 打扰各位 谢谢 慢走 小师送一下客人 去 哇 这群不但长得算 长得也很聪明 既然懂得利用小师的弱点 让我们对他软硬兼施 小师就自己答应要去参加派对了 好 像面子里只都有咧 嘿嘿嘿 鸭筋 好 你们出卖我 不要去找那可恶的何群算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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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